好,那我們剩下大概不到半小時的時間,我們就把這邊講完這樣 好,那大家剛剛看到了這個 我先把... 那這邊趁有錄影給提醒一下,因為我知道休克森還有人沒有選擇課堂報告題目 那剛剛最近的消息是只剩下最後一個高達76月的課堂報告的地步,就是還沒有人選 那我知道應該還有幾位休克森沒有選,那就是希望你們可以快點做決定 然後或許今天你們沒有來,會用補課的方式 那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可以快點寄信給我們助教,把你的課堂報告,就是Time X15,快點確定下來 然後如果說,收客人數有超過15個人,我們等TABX15被確定下來之後 再來看看是不是有要交配哪個題目兩個人一組 因為或者是說,如果超過15個人以外的學生的話,我可能會找其他的素材讓你們TABX15 就盡快回報我的助教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review把它講完 那接下來呢,我們剛剛有了這個空間跟時間上的取樣的概念 好,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空間跟時間,時間上的取樣概念 那大家剛剛記得,我剛剛是不是有一直強調說這個Base Time跟Snow Time 那原因是因為,為什麼我刻意要這樣強調 因為我們習慣性在一個雷達的訊號的表示上面的維持 我們習慣性,大家剛剛看到它其實是一個二維的,這個是一個二維的圖 就是有空間上的維度跟時間上的維度 但是我們在整個雷達的訊號處理上面 我們習慣再把它進一步的把它排成三個維度來做表示 因為我們可以用三個維度來表示不同的物理意義 那其實我們的演算法就是要對這三個 第一步的演算法當然就是對這三個維度都各別要各別的處理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我們就是把每個PRI 就是我們第一個維度,仍然是空間上的維度 那它是天線上,天線的這個空間上的維度 那每一個天線,照我們現在課堂上面的所有的假設 就是每一個天線背後都跟,應該說它都跟著一個完整的Transpedion 跟Receiver 那所以這樣子它第一組,一個天線就對到一個完整的TXRX 那以此類推特,它在空間上,第一個維度是空間上的維度 那剛剛是不是有講說一個時間上的維度 時間上維度把它分成,進一步把它分成Face Time跟Slow Time 那Face Time的這個取樣就是跟你的ADC 你的ADC的取樣時間有取樣間隔一樣 所以這個是Slow Time,抱歉,這個是Face Time的維度 那我們記得剛剛有講說有PRI PRI就是我們雷達的Transmedia 會每隔一段時間就固定打一個Pulse 那這個PRI的這個維度,我們就把它向後排 把它變成Slow Time的第三個維度 那為什麼它叫Slow Time呢? 因為它的取樣間隔是PRI 它不像Face Time的取樣間隔 是跟你的ADC的取樣時間一樣不定 它是以一個PRI來做取樣 那所以它比較慢速,我們就把它叫做是比較慢速的取量 叫做Slow Time 那為什麼我們要排成這三個維度 就是剛剛說想,我們這三個維度都有不同的物理意義可以去發現 那我們的雷達的Processing最基本的三個維度 就是我對這三個維度做最基本的Processing 那這三個Processing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學期的課接下來會陸續講下去的東西 就是你會發現說在這三個維度裡面都有不同需要處理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我在這整門課裡面雖然說我們叫做All Read and Design 但是我覺得我主要會把這個演算法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的物理意義 講給大家聽 然後我們不會去go into details 去關於那些演算法的數學的操作 就是大家其實也可以放聽這些事情 因為就是希望讓大家了解就是說 我們訊號處理,資料處理 我們主要為什麼要這樣處理 我們的切入點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那這是我希望讓大家可以get的到的東西 那既然不會太深入地去針對每個算法細節做討論 因為其實像包括我在讀這些課本的過程中 我發現其實蠻多東西是基於很理想上的推導的假設 但是其實在我自己做雷達的經驗裡面發現 其實不一定有實作價值 那這個可能在下一堂課我們就會講比較多 然後對,可是雖然說課本上面有一些或文獻上面有一些 這些所謂好像有很多理論分析的一些演算法的技巧 雖然它不一定有實作價值 但是它在闡述一些物理意義上面 其實還是有它的那個經典代表性 那我的這隨期的課程會主要把這個物理意義跟經典代表性 為什麼要這樣想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說那是什麼好像演算法開發 就是真的 其實我覺得我這個後櫃的design應該比 我知道電子鎖的那個 有一本也是後櫃的發什麼什麼課的 那一本我覺得其實比較難 那這邊主要是大家,我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說 你雷達面對這個訊號,面對這個資料 那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然後你核心的思想是什麼樣去做 那當然還有一些我在業界上的實務的經驗的考量 就是會透過口語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看FaceTime就是 我們這邊把Transmitter也畫出來 那其實這Receiver所在乎的訊號只有這一段而已 這個SWAT Duration在這個維度上 那這樣子一個面一個切面這樣FaceTime 它是一個這樣整個 這樣子整個是一個PRI的時間 是一個PRI的時間 那Receiver端我們要在乎Receiver端的processing的話 其實主要是在乎這個SWAT Duration 那第三個維度就是每一個PRI 我們都向後排排第三個維度出來 那這邊可以先出列先講 看這三個維度我們其實要講什麼事情 你的Special Domain 空間上的維度做NFFD之後 就會變成角度的屏幕的資訊 我不知道這邊大家有沒有對這個 不是很熟悉的 那不管你熟悉不熟悉 只好你先知道這件事情 你空間上的這個Special Domain 做BullierTransport之後 你可以得到所謂的這個Angular Domain 就是角度屏幕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說什麼 孤來向角之類的 其實你就是把你每根天線所收到的訊號 在空間這個維度上面做BullierTransport 你就可以得到角度的資訊 角度屏幕的資訊 好那第二個維度是FaceTime Domain 它跟你的ADC的取樣時間有關係 那我們再或者是這個SWATS的Duration 那大概在SWATS的Duration 你可以先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看喔 在我這邊畫一個橘色的回波回來 我們會預期在這個SWATS的Duration裡面 也就是FaceTime Domain的維度上面 我們想要去看看說 這個回波的距離 回波它在哪一個時間點出現 以至於讓你可以反推為 這個Target跟我的Ladar距離有多遠 那這個是FaceTime Domain 可以呈現給你的物語資訊 所以大家看到這邊 Special Domain這邊你可以得到Angular的資訊 那Angular當然就是有 還有再進一步細分成這個SWATS 就是潘慧小跟來向角 好不好 潘慧小跟仰角 那當然就是說 就代表說你要看你的這邊的正列列線 是Cover哪一個維度的這樣子 那FaceTime你可以得到什麼 因為你有Angular Pause 你有反彈回來的時間 因為它反彈回來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就代表說 它是距離 因為波在傳遞 然後傳遞了多久才回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看到它的反彈回來的時間點 你有反彈回來的時間點 你可以進一步的根據光速 跟你的取樣時間間隔的這個已知的資訊 你可以去推得說 這個Target離你的Ladar有多遠 那這個所以有時候會把FaceTime Domain 也叫做是Range Domain 因為你可以透過回波回來的時間點去反推 它是跟你距離有多遠 因為你已知廣速跟取樣時間 那第三個維度就是SlowTime Domain 這邊就比較可能不是 就是比較Ladar比較獨有的 就是比較 比較不是大家習慣性比較直觀的東西 SlowTime Domain 它其實可以告訴了你是你的速度的資訊 速度的資訊 因為我們會在Ladar上面 我們會透過SlowTime上面 每一個PRN的同一個取樣點 就是在FaceTime Domain是同一個取樣點 就像剛剛上面這些圖片這邊畫的 就是同一個取樣點 同一個取樣點 它不同時間的變化 我們要去看出它一些相位的變化 相位的變化可以反映出 告訴你它的移動速度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就是移動速度跟速度有關係的 跟相對運動有關係的 其實就是叫Dopper Dopper Dopper我們之後也會花一個Ladar的時間來好好講這個Dopper 那Dopper的話我習慣性比較直觀來講 我可能不一定會用Dopper這個詞 我可能有時候會用Velocity這個詞 因為它代表是你可以去看到這個Target的Velocity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第三個維度 它在時間第三個維度的時間維度是SlowTime 那它的做完 做Velocity Transport 它可以得到這個所謂的Dopper的頻度 Dopper的頻度 Dopper代表是你的兩個物體之間的相對運動 那你有相對運動 你有Dopper 其實你可以換算這個Target的Velocity 所以說我們會把這個第三個維度的SlowTime Domain的轉換 叫做Dopper的Domain或者是Velocity的Domain 那它的關鍵就是利用 就是說在同一個取樣點上 它不同每個PRI 它的相位變化是多少 那透過這個相位變化 你把這一串的訊號做Fear Transform 就可以在它對應的頻譜上面去看到它速度的資訊 所以我們整門課其實我們接下來的整個Lecture 除了我們下一堂課會講Lecture外 就是延續那個我剛剛講這個Dreshold Detection以外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上一堂 上一個學期講這個Fixed的Streshold嗎 那我們這學期要講Adaptive的Streshold Densitive的Streshold 這個講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根據這三個維度來做演算法設計的探討 那第一個我們會先探討這個SlowTime SlowTime Domain上面的處理 就是不外乎就是我們要去知道這個波形 這個Pause的波形要怎麼設計 然後回來我們會怎麼去補個距離 那在下一個Lecture我們要講這個Dopper 在SlowTime維度上面的物理意義跟操作 那在下一個Lecture我們要講這個 在空間上面跟角度評估上面有關係的事情 那這邊我們就會需要去考慮一些Array的一些特性 然後以及就是說我們來向角可以怎麼去做覆測 那大概會也主要就是會根據這三個維度去做講解 那最後有時間我們才會再講解 追蹤的相關的資料配對的演算法 那有人你剛剛的這個Titleman 抱歉這個這樣子三維的概念 三維它其實就是一個Q的就是一個立方體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現在考慮是每個取樣點嘛 所以其實我們接下來要講所有的訊號處理 都是在數位的上面 數位上面去做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只看接收端的話 我們就是在FaceTitle面上面只看紙襪就可以了 那所以這樣子你可以把它視為說 你的Recealer單所收到的訊號的這些取樣點 你可以把它排成一個東西叫做 在雷達樹裡面叫做LataQ 一個資料的立方體 所以這個資料的立方體 第一個維度它代表就是這個 Special的Domain 所以這邊幾個 第一個維度有幾個 代表就是它有幾個TRX 幾個Tensever 那第二個維度就是FaceTitle的Domain 那或者是說RaceTitle的Domain 它就是它的取樣 它就是跟你的ADC的取樣 取樣點時間間隔有關係 那第三個維度就是像剛剛講的SlowTitle的Domain 它也可以我這邊把它叫做FaceTitle的Domain 或你說SlowTitle的Domain也可以 那我們就把它排成一個DataQ 那這DataQ其實是為了在訊號處理 解算法的講解上方便提見 我們會習慣用這樣子的來表示 所以大家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都會看到說 就是我們會在每個課程裡面 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是處理這個DataQ的哪一個維度 那其實我這邊也已經畫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說像是做BinBombing 它其實就是在SlowTitle上面去做 你要做BatchFiltering 它其實就是在FaceTitle上面去做 那你要做Domain Processing 去看速度的 你其實就是在SlowTitle上面去做 那有一些比較Joint兩個Domain的這種做法 比如像在雷達的一些相關的Literature的一些探討裡面 有一個蠻有名的研究題目 就是這個SpaceTitle的Identic Processing 它其實就是Given一個RangeBeat Given這樣子 你如果看FaceTitle或RangeDomain上面的一格 它就叫一個RangeBeat Given一個RangeBeat 它同時去看這個 這個SpecialNomain上面 跟這個SlowTitle上面的Joint Processing 那它就是有一個蠻有名的研究的題材 就是這個SpaceTitle Adapted Processing 然後又或者是在合成空氣雷達 這邊我們這學期不會講到 可能以後下次開的課程 再看有沒有機會再帶到一點 然後大家有興趣再回頭去看我們的YouTuber頻道 應該就有 可是那應該是明點的事 好 那如果是在合成空氣雷達 常常要處理的就是說 就是跟直接對這個RangeDomain 跟MerasetDomain 或是NomberDomain上面 去做一個Joint的processing 它的這個合成空氣雷達成像的一些對應的處理 好 那這個DataCube就是大家記得 就是說實作上 如果你是從電路行為的實作上面去講 基本上不會有所謂DataCube的做法 但是我們為了在訊號處理演算法的概念上 去講解方便幾件 我們每一堂課 接下每個Legger前面 都會把DataCube的塗繡出來 就是跟大家講 一直recap說 你現在做的維度是哪一個維度 那這個每個維度就是像剛剛講一樣 有代表Range 代表角度 代表速度 這個就是構成我們 我們剛剛不是一直講說 雷達要估測target的東西嗎 其實不會就這幾項 你要估來向角 來向角是什麼 就是 你要 你如果這個維度代表的是 要去看Atmos的話 來向角Theta 或者是你這個維度的 Antenna 你要估的是Phi Theta或Phi 當然你如果是Phi 你如果這個Cube 是代表一個Theta 那你可能要下一個Cube 代表去估Phi的這個維度 就是Theta跟Phi 你Special Domain 可以在Angle Domain 你可以去看角度 跟Atmos 跟Elevation 那當然這個 我這邊只有畫一個Cube 你如果說要看這兩個 其實應該是要兩個Cube 才對 那這個維度是代表什麼 FaceTheta的Range 就是你要去Phi 你要去Phi 你要去Phi 那SnowTheta 這邊代表要看什麼 你要看它的Velocity 就是代表要去Phi 所以你有 你如果對這個Cube 有了解 你看你其實這樣 就把你該Phi 都不完了 就是R Zeta Phi V 這四個物體 Move in Target 在三圍空間裡面的位置 跟它的移動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Cube 概念去估出來了 那你可能會問說 RCS要怎麼辦 這個Sigma RCS 可能它就不是從這個Sense 去估出來的 RCS它主要是跟你的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學期有講一個 Ladar Equation 那 如果大家對這個Sigma 的估測有興趣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Ladar Range Equation 其實Ladar Range Equation 不外乎就是 我們在上學期的課有講一個 就是說 你的接收圈上的SNR 你要怎麼估測 你要怎麼去推估 一個SNR的分析和探討 那RCS的估測大概就是 會從你的SNR Equation 那SNR的背景是 就是Radar Range Equation 這個是一個 算是上學期的題材 那 有興趣的可以回去看一下就好 那因為這學期大概 比較 不會用到這個 你有興趣再看 或者說下學期 你如果要再修一次 有機會下學期 如果還缺全分的話 可以再回來修 就會講到 所以 我們這學期大概不會講到 這個Sigma的估測 Sigma估測不會講到 因為Sigma估測 其實它是要Based on SNR 那SNR其實又是Based on Ladar Range Equation 那Ladar Range Equation 這個R 其實就是這個R 也就代表說 你的R其實要先估到 你才可以去 formulate出這個Ladar Range Equation 有Ladar Range Equation 你才可以再去 理論算一個SNR 然後你有理論算一個SNR 然後你想要估測 當下這個訊號強度 Given SNR 你可以再去反推Sigma 才完成這個RCS的估測 那大概它的 它的邏輯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要估Sigma 你要估RCS 你也是要先把R估出來 那 所以這學期大概不會想到 這個 不會再回頭去講這個 RCS的估測 但是它怎麼來的 它怎麼估 大概 那個前後的背景 哪一個是這樣子 那前提就是R2先估到 對 Target R2先估到 好 那這個是Data Cube 那請大家也記得 今天在講Data訊號處理 就是會用到這個Data Cube 那你為什麼可以排成Data Cube 一個Data Cube 你排成Data Cube 需要多少的時間 因為你看到說 你看到就是 我們第三個維度 我們不是說是PRI嗎 每個PRI都間隔 所以第三個維度總共有幾個 就是代表有幾個PRI 那如果我們有N個PRI的話 它就是 我們可以例子說 一個CPI裡面 它有N個PRI NPRI個PRI 所以一個CPI包含N個PRI 那所以你要怎麼樣 才可以排成一個Data Cube 它需要的時間是CPI的數 CPI的時間 你需要有CPI的時間 才可以排成一個Data Cube 那 然後在這段CPI的時間裡面 你就會視為是coherent 所謂coherent就是 當然我們在雷達數語裡面講 這個coherent 就是說你制造相位的資訊 因為我們每一個 這個Data Cube的每一個element 每一個方格 它就是一個sale 我們會把它叫一個sale 那這個詞大家記得 因為下一個lecture 就 就會一直講過這個詞 那一個sale 它我們現在為了方便講出幾件 一個sale它代表就是說 它有一個負數 一個compress value的取樣點 一個compress value的sample 所以大家記得就是 這個Data Cube 它的每一個小方塊 每一個基本單位 我們會用sale這個名詞 那一個sale代表它是一個負數 一個x加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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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並不會 除非我們這學期 有一定會講到一些 電路教程的事情 不然基本上我們會用sale 就直接就是在compress value的number上面 去做宣號的表述 所以是負數的表述 好 那這就是一個CPIN時間裡面 我可以把訊號排成一個Data Cube 然後在這三個維度上面 我們都可以去找出這個 對應的物理意義 那當然就是說 你今天你每個sale都是負數 你有xy 這代表你也會有這個 所謂的相位的質詢 直接 就是 就是 你可以用集座標的表示方法 其實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Data Cube 好 那接下來 最後兩頁就是在講 剛剛講這些名詞 其實剛剛我們都講過了 第一個是 就大家記得這幾個詞 每個都會講到 就接下來各都會講到 一個是CPI 那CPI 除了剛剛講的以外 就是你 我這邊用一些內心的描述 就是你今天 你做一個一次的波數掃描 所需要的時間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會把這個環境 你可以視為是Constant 你可以視為是Constant 就比如說 就是比如說就是 什麼式都是文態 文態 那 當然 一個CPI裡面 它會包含多個PRI 這希望大家記得 那一個CPI 它就構成一個Data Cube 好 那PRI呢 它只是說兩次的Pause 周期性的出現 重複出現的這個距離 的時間 那這個相信大家剛剛也聽過這個講述 好 那PRI它其實就是Slow Time Domain上面的取樣時間 所以呢 Slow Time Domain上面的取樣率 其實就是這個PRI導數 因為我們取樣時間的導數就是取樣率 這個相信大家都熟悉 我們如果有一個取樣率 它其實就是取樣時間的導數 所以呢 這個PRI 其實這個PRI 其實就是PRI的導數 PRI的導數 好 那所以我們在Slow Time上面的取樣時間是PRI 它的取樣率就變成是PRI 那我們根據基本的這個取樣定理 我們都知道說它的取樣頻寬就會是PRI 就是這個PRI 就是這個PRI 因為 然後取樣頻寬是PRI 你就可以把它視為說 在Slow Time上面的取樣時間 取樣頻寬的 一個取樣頻寬的範圍是2分之PRI 到2分之負PRI 這就像取樣定理一樣 就是你的取樣頻寬是F 你的取樣時間是TS 那取樣頻率是FS 那你的取樣頻寬的範圍 你可以把它定義成是2分之負FS 跟2分之FS 這樣子 那為什麼這邊我需要特別講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這就代表就是說 你在第三個維度 Dawper Spatial上面 你如果你要不考慮這個頻寬上的周期性的話 頻寬上周期性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 如果你知道DSP的話 應該要知道 就是說 你的一段一串有線長的訊號 做複裂DTFG之後 它在這個Spatial上面 它是連續性的出現 它抱歉是周期性的出現 還是周期的頻寬出現 只是我們所在乎的 只要看其中一段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DSP的基本概念 所以就是說 我今天為什麼要特別想說 我可以看到的Dawper Spatial上面 我如果不想到什麼Apurity 我就希望說 Dawper Spatial上面 我只要在乎一段的周期性出現的頻寬 這一段就可以了 我不希望去看 去考慮到其他段 那這個細節 我們在Dawper的那個Lecture裡面會再講多一點 那至少大家先知道 就是說 就像取樣地底你所學到的一樣 你會知道說有取樣頻率 那取樣頻率 我們就是看一個取樣頻關內的資訊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取樣的時間如果是PRI 那它的取樣率就是PRI 那PRI可以說看2分之-PRI到2分之PRI之間就可以了 那第四個是Duty Cycle 這剛剛有講 因為我們一個PRI裡面 我們的Transmitter 並不是always的 是開啟 我們會開啟一段 然後就one receiver開啟 Transmitter關掉 所以其實它真正的Transmitter 它這個功率 它的工作的區間其實就是所謂的Duty Cycle 也就是說在這個PRI裡面比較考慮說 它這個傳送訊號 這個PauseSignal的傳送的時間 這個東西叫做第一層Duty Cycle 那還有一個詞叫做The World Time The World Time是什麼 The World Time指的是說 你今天你的雷達要做掃牢 你掃牢你會打出一個波數 然後朝一個方向打出一個波數 那如果說我這個方向有一個target的話 我的波數的方向 我要朝這個方向去收集這個target的資訊 去做Data Connection 那我可能比如說我一次掃描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一次掃描 One Beans Gaming 我們把它叫做是一個CPI 那我有可能說我要對位這個方向 或同一個位置我要做多次的掃描 我可以說一個The World Time裡面包含一個或多個CPI The World Time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雷達掃描的波 我停留在這個target上的時間可以多長 或者是我停留在一個方向的時間可以多長 那當然就是說簡單起見我們都會假定說 每一次的掃描就是以CPI或基本單位 但是有時候在做一些特別的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目標物辨識的時候 你可能會朝同一個你已知的這個目標物 一直做重複性的一直多次的掃描 那你可能就變成說你可以說 一個The World Time裡面包含了多個CPI 包含多個CPI 那這個是一個名詞上的解釋 好那最後這一頁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其實都已經講過我做一個統證 就是說你在這個DataCube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要在這三個維度裡面去 估測出這個target的資訊 那這個剛剛我們講過 我們就最後這個小節 你在Angular domain上面 你其實不外乎就是要去看CPI 或者是Bi 那Range domain上面 FestTime domain上面 就是要去估這個target的R 那當然就是說你可以估多個target 並不代表說一個維度 只能估一個target的資訊 不是每次 你只要可以解析的出來 它既然沒有重疊在一起 其實一個DataCube上是可以估出多個target 就像角度屏幕上面 你也可以估多個來向角 並不是只有一個 那但是前提是你可以解析的出 來自不同角度的來向角 那同理 可以在速度上面解析出 來自不同時間點回來的回波 然後我知道說可能拿幾個target 或在哪幾個距離點上 那Slow Time上面就是你要估什麼 你要估這個進向速度 那有時候我們包括像在下一堂課 我不會講這個所謂detection detection有時候不一定是在一個維度上面做 你有可能在兩個維度上面做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雷達處理車的時候 雖然說我們有三個維度 但是我們並不一定說一次程在一個維度上面做 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開始在做detection的時候 它可能是同時在一個二維的維度上面去做 比如說最常見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就是直接在假定一個角度頻譜不測出來之後 你就直接在range velocity的domain上面去做 才開始去做detection 所以當然理想上你可以說我每個維度都可以去做一次的目標屋的政策 看看在這個距離點 比如說在base type domain上面 看看在這個距離點上面有沒有target 去看看說那我在哪些距離點上面有target 或者說我各式去做 但是其實往往有時候我們在實際上 有時候你並不一定每個維度都可以那麼漂亮 因為你的雜訊可能需要被多層的處理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去做偵測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有時候比如說 比如說我先把這個angular domain這邊先幹掉 之後我只在range跟verlastic的domain上面 才開始去做detection 那下一堂課我們在講detection adaptive detection的時候會去講 可能我們也要考慮不只在一個維度上面去做 我們兩個維度上面也要同時可以做 這個ademptive可視性的政策 好那最後就是說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雷達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個SNR SNR其實就是在雷達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因為雷達不像的通訊系統 需要去考慮什麼錯誤率之類的 什麼BMW rate、SimpleA,會不會不用 因為我們就是主要是要估測出目標或資訊 所以不外乎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就直接講白一點 主要的指標就是你SNR夠不夠 當然你有了SNR資訊之後就可以去看說 那我的SNR就是我的訊號跟雜訊 是不是相差夠大 相差夠大的話 我當然可以比較保證說 我設計了一個stretch role 可以去讓這個成功偵測率比較高 然後讓這個誤報率會比較低 我們在下一個lecture的時候再講這個Ademptive Detection的時候還會講不到 這邊就是大家有個sets 就是SNR當然也是越大越好 然後我們希望成功偵測到機率越高越好 誤報率越低越好 這就是主要跟大家recap的內容 那就是希望說如果現在這個禮拜 如果你對這個學期接下來的課程 如果上個學期你有什麼樣的疑問 你布定要 你如果有去看 或者說你布定有看也沒關係 就是我們可以保持討論 隨時我們可以再去保持討論這樣 那就是今天這門課就是先把這個上個學期主要的一些核心概念跟大家分享 那可能很多同學都聽過 然後又有新來的同學 那希望可以幫你們recap 然後銜接這個學期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請大家不擔心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先上到這邊 那有課堂報告或者是其他的問題 都可以繼續留下討論 好 那就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老師